鴻海適合長期投資 我個人認為以目前的領導者的話 應該比以前會更有機會 因為未來的電動車 但是你要心裡你要了解 他還有AI伺服器 而且現在板卡應該被他拿走 我們看到這次NVIDIA老闆 雷正斯有拜訪他 所以你如果要長期看待他 我認為是ok 而且你每一年大概有4%至5%的殖利率 這個是長期投資的心態 那你不要說我買了之後 跌下來那就開始在幹掉了 其實你做任何的投資行為 你都要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到底是為了領席去買這檔股票 還是你是要賺價差 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理財目標 不同的理財目的 你會採取不同的策略 你鴻海要賺價差很痛苦 就是這麼簡單